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財政部在上星期五宣佈了 要制裁11名中港官員 來到今日 美國共和黨海外事務組織副主席余懷松 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預告說美國很快會實施第二輪制裁 到底他還說了甚麼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要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余懷松那條貼文還提到 說美國第一輪制裁 已經造成香港銀行業的困難 他說由於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捕 美國第二輪針對紅二代和紅三代的制裁 很快就會到來 這樣將會導致香港銀行不能處理美元交易 而且港交所將會成為受害者 到底他這個說法是否準確呢 相信很快都會揭曉 我們又可以看看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上個星期曾經說過 說美國的制裁行動 不是只得一次就算 相信會有後續的行動 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天說到 認為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是一件可怕的事 所以這位余懷松所說的事 他可能都有一定的基礎 若然余懷松這個說法是屬實的話 到底中國又會採取什麼反制裁措施呢 上一趟美國制裁11名中港官員的時候 中國反制裁11名美方人員 分別有五名共和黨的參議員 一名共和黨的眾議員 以及五名非政府組織的頭目 加起來11人 只不過當中有三個人是翻譯的 按照這個軌跡來估計 當美方實施第二輪制裁的時候 中方會不會按照對等的人數 來實施反制裁呢 如果會的時候 是否意味著 美國和中國之間制裁與反制裁 會變成一個常態化的行為 真是可以拭目以待 好了 接著又說回香港的情況 這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說 連續兩天就好像戰狼上身一樣 不斷來斥責美國 我們首先聽聽他到底發表了什麼偉論 他首先提到 說美國海關及邊境防衛局的新規例 目的就是為了迫使港產商品 改用中國製造的標籤 但未施加任何其他措施 或者新增進口程序 不過 他說官乎近日美國不尋常 和不負責任的取態 暫時都只可以按照目前資料來分析 首先就是給了兩棍美國 說美國是不尋常和不負責任 接著他又說到 說美國的新規例是不符合 世貿組織和國際間 就著產地來源的規則 他形容美方是不文明 試圖將香港一直享有的單獨關稅地區地位 減弱 他說美國這個做法 即是要求香港的商家說謊 批評美國的做法野蠻 混淆市場 嚴厲譴責和強烈反對 但是被人問到 究竟美國具體違反了 說世貿哪一個條例 休藤華是答不出的 他還批評 美國這種做法是指白為黑 我就是財疏學淺 未曾聽過指白為黑這個成語 最多都是顛倒黑白 或者指鹿為馬 相信這位休藤華局長 在文學造藝方面一定是非常厲害 自創成語學人 首先想說一下 休藤華局長這些批評 即是對於美方的批評 批評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到底是否合理呢 是不是 在政治上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強調 一國是大於兩制 而且凡事講求政治正確 比如說在航空業這樣 人家標示的目的地寫著香港 絕對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在香港之前 冠以中國這兩個字 一定就是要寫中國香港 英語就要Hong Kong China這樣說 因為這樣才是 表示得到 中國對香港是行使了主權 是這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比如說油政方面 以前港英年代的油票都只是寫香港 現在不行的 一定就是要寫中國香港才行的 這樣才夠政治正確 好了 而且特區政府經常要強調 什麼愛國教育 諸如此類的事情 喂 現在美國政府的做法 都是求人得人的 純粹推舟幫你一把 你說中國好 那他就要你寫中國製造 那你現在又不滿意 實請計我說 就算美國現在不出手 你本身都應該要作出若干的修訂 什麼叫做Made in Hong Kong 什麼叫做香港製造 既然你認為 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把中國 放回香港之前 你至少自己都要寫中國香港製造 英文就是Made in Hong Kong China 這樣才是符合你那個政治正確 你邱騰華局長說剛才那番說話 正好就反映得出 你那個思路是完全不夠清晰的 好了 接著他昨天又說到 說單獨關稅區的意思 就是香港可以在產品和貿易政策上 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這個也是體現在香港 是世貿組織164個成員之一 這個是國家、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賦予香港的原則 而在上個月特區政府又說過 說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 是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 到底這些說法當中 隱含著甚麼問題呢 開口、埋口都說基本法賦予 這些說法 我們又從時序上來搞清楚 到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何時加入世貿組織的呢 是2001年 香港是何時加入世貿組織呢 是1995年 是世貿組織成立第一天 就已經是創會成員 為甚麼會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世貿組織的前身就是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就是1986年的時候替約的 而香港正正就是當時其中一個替約成員 所以順理成章就變成了 世貿組織的創會成員之一 問題就來了 無論你特區政府也好 邱騰華局長也好 經常口口聲聲說 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 是由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 喂 香港基本法是自從97年7月1日才生效的 但是 香港加入世貿組織成為一個單獨關稅區 在1995年就已經出現了 你怎樣由一部97年生效的基本法 來賦予95年就已經有一個單獨關稅區的地位 也不要說世貿的前身 因為你說世貿 你說單獨關稅區是可以體現於 香港是世貿組織的其中一個成員 所以你說這番說話之前 到底有沒有查證過相關的事實 然後還有一件事 邱騰華局長還說了些什麼說話呢? 他還說 強調會研究和考慮一切維護自身利益 可以採取的行動 包括透過世貿架構來行動 說世貿成員利益受損的時候 有機制提出 有過程去做 你恐慌會不會搞這些事的時候 是等同於搬石頭 打自己的腳 邱局長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說要透過世貿的框架 去申訴也好 怎樣也好 我就要提醒這位邱局長 在1997年5月30日的時候 當年的港英政府曾經向世貿組織發出一封信件 裡面伸述了 說香港在未來將會擁有高度自治的保證 而且確認香港將會在主權移交之後 以獨立的會員身份留在世貿組織裡面 好了 現在你不知道在世貿的框架裡面會搞什麼東西 若然真的提出一個投訴的時候 會不會讓美國反張一軍 就說你現在到底香港 能不能夠有資格在世貿組織裡頭 繼續成為一個單獨的成員 有些國家當然會借意來質疑你 到底《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情況去到哪裡呢? 但是大陸又說 《中英聯合聲明》已經變成了一份歷史文件 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 跟著說 關於香港的高度自治的執行情況又怎樣呢? 很多國家就有很多話說了 若然貿貿然在世貿組織裡頭 主動提出一些不知什麼的 我不知道你會採取什麼行動 不過 就真的要三思而後行才好 如果不是搞出什麼大頭罰出來 就等同於挖個桶給自己踩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